男人很爱一个女人会在相处中有哪些表现 真正的爱情是无论如何都也无法隐藏的 爱情又怎么可能舍得隐藏呢 在你真正深爱一个人的时候 也恨不得让全世界都能知道你们之间的爱情 所以如果一个男人很爱一个女人的话 从他们日常的相处模式 通过一些细节和两个人的深情 就能判断出两个人的爱究竟有多深 有人说爱一个人的时候 眼角眉梢全是笑意 确实如此 当他把你放在心上的时候 当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觉得全世界的花都在他面前开放 他最爱你 而你就是他所有幸福的源泉 他会觉得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就算你们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静静的待在一起 他也会觉得岁月静好 这样的日子让他觉得无比的幸福 那么男人很爱一个女人 会在相处中有哪些表现呢 其实只要你对他有一点点的情意 你就会深切的感受到 他爱你 不止只是说说而已 每一个细节都会告诉你 他对你的真情 记得关于你的每一件小事 想判断一个男人 到底有没有把一个女人放在心上最好的方式 就是问他记不记得你们的恋爱纪念日 问他记不记得你的生日 问他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旅游是什么时候 如果他记得关于你的每一件小事 在情人节和你的生日 都会为你送上富有心意的礼物 那么他一定很爱你 想要永远记住和你在一起幸福快乐的时光 记得关于你的每一件小事 是只有很爱你的男人才会做到的事情 会为你买所有你喜欢的东西 赚钱很辛苦 所以我们只会和最亲近最爱的人 分享自己的所得 男人更是如此 他们做不到和不相关的人 分享自己的物质生活 但如果男人真的很爱你的话 他一定会为你买所有你喜欢东西的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像周游王会千金 活美人一笑 但是对自己爱的人总归会大方一点的 他希望你能够幸福 而这份幸福是他在给你的 会有耐心的听你讲完每一句话 并给出意见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很爱你的话 面对你 他会有用不完的温柔和耐心 他会很有耐心的听你讲完话 就算表达不清或者词不达意 他都会很认真的给出意见 其实这是对女人极大的尊重 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得到提升 得到帮助 一个会爱人的男人 首先是一个忠诚的聆听者 优秀的聆听者才是优秀的沟通者 才是那个深爱你的人 会经常对身边的人夸赞你 如果一个男人很爱一个女人的话 他不仅仅会在心里觉得 你是一个真善美的好姑娘 还会经常和身边的人提起 会情不自禁的夸赞你 惹得旁人的羡慕 女人要明白 只有爱到深处 才会眼里尽视你的美好 男人很爱你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大方的把你介绍给他所有的人认识 很多女人有时候总是看不懂男人 也不懂爱情 总以为爱情就轰轰烈烈 不顾一切 但其实 这世间哪来那么多的大事 用以见证你们之间的感情 男人很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其实相处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会告诉你 都会是有所调的 一切都会见到 这边是不真正的 对